像这样的一张照片 在PS里面如何把它转化为这种红蓝对冲的阿宝斯 其实非常简单啊 我把上面这一个图层给删掉 那拿到它的原片之后呢 先点击彩达栏这里的图像 下方有一个模式 把图片的色彩模式呢 改成LAB这一个模式啊 那进入这一个模式之后 我去打开通道面板 你会发现这里有LAB 这叫复合通道 那下面呢 有一个明度通道 这一个通道呢 只记录了图片的明亮度信息 我们对这一个明度通道做更改 只会影响图片的明亮度 不会更改它的色相啊 那下方呢 还有A通道和B通道 这两个通道是用来记录图片色相的 那其中A通道 它越亮 图像就会偏向于阳红色 A通道越暗呢 图像就会偏向于绿色 B通道 它记录的是黄色和蓝色 B通道越亮 图像就会偏向于黄色 那B通道越暗 图像就会偏向于蓝色 这里的色彩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如果我刚才说的 你不理解 那我再回到LAB这一个复合通道 我可以对着一个图层去执行 Ctrl加M 曲线这一个命令 那此时在这里就可以选择通道做调整啊 先选择为A通道 我去提亮A通道 哎大家来看 是不是阳红它就出来了 那我向下压暗呢 绿色它就出来了 那A通道 它记录的就是阳红和绿啊 那再选择为B通道 大家来看 提亮 黄色就出来了 向下压 蓝色就出来了 那这是它的原理 了解了原理之后 那我就可以进入通道面板 要注意我的操作 选中这里的A通道 Ctrl加A去全选 创建出选区 那Ctrl加C 复制A通道的图像 那接下来回到B通道啊 Ctrl加V 我粘贴图像 再取消这一个选区 那此时A B这两个通道 大家来看 图像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啦 也就是说 A通道亮的地方 B通道也是亮的 那A通道暗的地方呢 B通道也是暗的 那大家要理解啊 那A通道亮的地方 它是显阳红色 那B通道呢 亮的地方 它是显黄色 那这样阳红和黄色相混合 是不是就可以混合出红色啊 那A通道暗的地方 它是显绿色 B通道暗的地方 它是显蓝色 那绿和蓝想混合 是不是就可以混合出青色啊 那这样我去回到LAB复合通道 哎 大家来看一个红色和青色对冲的色调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那这就是我们在挑色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LAB挑色法 当然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直接Ctrl Shift加S 去保存图像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的保存类型 它没有JPG那一个选项 那所以呢 哎 我要先把这一个模式 再给转化成RGB模式 那接下来我再去Ctrl Shift加S 保存类型 大家来看 JPG这一个格式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这就是网红阿宝色的调色方法啊 那当然如果你经常需要调整出这样的色调 哎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个调色呢 制作为一个动作 拿到原片之后 打开右侧的这一个动作面板 那如果你PS里面没有这一个小图标 你就可以按一下键盘的F9键 这样呢 这一个动作面板它就出来了 F9是动作面板的快捷键啊 打开这一个面板之后呢 点击这里加号的小图标 还调出新建动作这一个命令 在这里呢 你可以给你的动作做一个命名 哎 例如我把它命名为 LAB 调色 那命名完成之后 点这里的记录啊 那此时这一个小红点 它就亮起来了 哎 我就可以操作了 那同样的操作方法啊 先去点击图像 找到模式 把它改为 LAB这一个模式 然后直接进入通道 选中A通道 Ctrl加A全选 Ctrl加C复制 回到B通道 Ctrl加V 暂贴 取消这一个选区 然后回到LAB 回到图层 再把图像的模式 调整为RGB的一个模式 这样调色就完成了 那再去打开这一个动作面板 点击它左侧这一个停止的小按钮 那此时这一个LAB调色动作 大家来看 我是不是就录制成功了啊 那如果你下次再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图片 想把它调出阿宝色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到你的动作面板里 选中这一个LAB调色的动作 点击播放的小按钮 大家来看 一瞬间 我就把它给调整出来了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那么多啊 那如果你想系统学习PS啊 就可以学习我的PS 零基础到精通的系统课 课程的内容呢 非常全面 从零基础开始 PS里面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命令 是全部讲解的 里面呢 有很多的案例 人像的修图啊 摄影的调色啊 都有讲解 还有配套的练习图片 可供你去练习使用 在视频的左下方 就可以找到法庭老师这一个课程 学习课程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